10月25日,第十三届合肥国际文化博览会在合肥冰湖国际会展中心打开帷幕。 本届展会以《创意文化引领美好生活》为主题。 展示内容注重吸收文化科技、文化旅游、文化体育、文化创意等业态内容, 还汇催了博物馆文创、非物质文化遗产、特色文化街区等文化元素, 也吸引了众多台湾参展商前来参展。 两岸同胞同根同主,血浓以水,我们希望借助这个文博会这个平台, 这一次不单纯的是美食文化的交流,希望能更深入进入这个平台, 能大家去做一个更深入的两岸或者是晚台的一个历史文化交流。 据刘东飞介绍,与往年相比,此次文博会台湾参展商在数量上虽有所减少, 但产品更加注重品质与文化创意。 信义香是台湾最大的青梅产地, 信义香农会把当地布农族的生活和文化作为文创元素, 与农特产品相结合,不仅带动了实体经济的发展, 也在文化创意方面展露头角。 我们有一款叫做梅子跳舞,那这款呢,为什么叫梅子跳舞? 它就是呢,我们信义香产梅,那梅子在丰收的时候呢, 早期台湾在丰收采梅的时候呢,它是用干采,那什么叫干采? 就是说在梅树下铺着帆布,竹竿敲打着树枝, 想象一下梅子从树上掉到地上,在弹跳起来,好像在跳舞一般, 那我们就是把这样子一个庆丰收的一个感觉呢,叫做梅子跳舞, 作为我们产品的一个名称,以及作为我们的发想。 一颗颗小小的青梅被制作成各式各样的果酒, 并赋予它们有趣的灵魂。 在肖太生看来,如果质量是产品的根, 那么文化就是品牌的魂。 好的文化创意不但能提升产品的质量, 也可以吸引更多消费者的关注。 我看了这个酒第一眼,就觉得这个酒的设计感很足, 然后它把台湾的原著文化和酒融合得在一起很好, 然后对相比我们来说吧, 感觉我们设计的酒比较中规中矩一点, 然后我觉得我们应该值得借鉴一下。 据了解,合肥国际文化博览会自2007年创办以来, 始终致力打造百姓文化盛宴,城市文化名片。 历经12年,合肥文博会已成为安徽省重要的展会品牌, 中部地区影响最大的文化展会, 乃至全国最有影响力的文博会之一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